大家好,我是韦灵文化的诸位老师 那么针对2021年全新升级版本的 练词真题5500词版本 也是练词七周年的纪念版 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们会将新版的书籍分为主书和增值本 两本,那么所谓的增值本 它包含了2020年新增的词汇和例句 那么主书先发货 大家可以早点备考 增值本在20年研究生考试结束一周后开始发货 免费邮寄给大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每年1月初出版的新书 我们专门在等待最新当年考试结束之后的试卷 我们会在一周时间通宵达旦去印制 而更新部分的内容实际只占了书籍词汇和例句的更新部分的5% 那为了不因为这5%的更新内容 而让大家多等待60天 才能拿到全新的书 我们决定做一个增值本 免费邮寄给你 一套书 我们承担了两次运费 只是为了让大家成为那只早起的鸟儿 有虫师 拿高分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同路人 诸位老师 那么今天在上课之前呢 有点感慨 那么我没有自恋到每张课 每个单元的这个前面会加一张PPT自我介绍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出于这个工作流程 因为我们有公司化运营嘛 就有工作流程 流程上明白的写着在诸位老师或者我们伟林的每一位名师讲课前 最好要有一个他的自我介绍 那么今天我突然看到这份自我介绍 我就发现 我一直以来希望自己能够厚着脸皮成为青年的这个同路人 或者说我们大学生青年的代表 那么突然现在回头看这十几年的努力慢慢的都在兑现 我从来没有自恋到会去好好的看自己的简历 但现在我发现 如果你们听过我五六年前的课的话 你发现我在课里吹了很多牛逼 但一条一条慢慢的做到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公众号微博粉丝已经达到了数百万 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第一份PPT自我介绍的时候 不过几十万嘛 四十万还是五十万粉丝 练词序列 也成为了绝对的畅销书 也入选了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亚马逊年度十大图书 我也去了TED 收邀成为了TED的演说者 那么我自己也投资了自己的音乐公司 现在正是个名叫NG Music 大家在微博上可以搜到 我们NG Music旗下的几位优秀的原创歌手 那么斯诺克的大师赛我们还在合作 那么最新的消息 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几个省的分战赛会和韦林合作 整个的中英文双语的翻译工作会由我们来做 所以很多事情一步步做 你只需要埋头做自己擅长的事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做到极致 很多事情会慢慢走来 这些机会的出现都不是我自己去臭着脸皮去争取的 都是他主动来找我们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 维哥往前倒几年也是一个屌丝 我一直说我是最大的屌丝 那么如果大家不相信屌丝逆袭的故事 就看看我就好了 我也在继续努力 所以我才叫We learn We learn together We can be better 所以我也在努力 我也在学 你们也在学 于是We learn together 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单元 那么在讲这堂课之前 正好出差去了东北走了一圈 简直是东北一日游 我居然在一天时间走了三个城市 上午在大连 下午在沈阳 晚上回到上海 结果嘴巴上长了一个巨大的泡 很大的一个包 很难受 所以请大家不要受我外形的影响 但是如果仔细的同学会发现 我一个前几节课吹牛逼说我要减肥 你会发现我已经瘦下来了 现在才第五单元 我的体重跟前几单元录的时候 已经瘦了整整五斤 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我说到就做到 来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词 deal 那么deal这个词 它有很多意思 协议是大家见到最多的 deal叫协议 或者包括口语当中成交 也叫deal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意思叫数量 那么考试经常有个短语叫 a great deal of 就等于a great number of 叫大量的 那么这个意思是很多同学不太注意的 叫程度 那么我们今天选的例句就和它有关 同时 deal 在生意场合叫交易 做生意 不说了 那么第二个动词呢 叫处理处置 考的最多的呢 就是处理 一般就考一个短语叫 叫deal with 叫处理应对 那么这个短语呢 等同于另外一个叫 cope with 叫做处理应对 叫做处理应对 那么deal with cope with 一起记 那么cope还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在我们看这个基本上西方所有的电影或者是hiphop文化里面只要提到说唱提到警察都不会提police 一般都提cop 就好像我们早期看TVB的片子一样 那些黑道的人 警察永远不说警察 说条子 找到那个条子没有 cop 在英语当中也有这样的称呼 所以和警察周旋 产生了一个动词叫cope cope with 叫应付 应对 处理 跟deal with 同一词 好 那么我们来首先看看做名词 交易 最简单的意思 a deal is a deal 来了 生意就是生意 什么意思 这句话会让我想起NBA的一句名言叫business is business 当年我一个喜欢的一个球星叫Kevin Durand 杜兰特 跟勇士打 打不过 打完之后呢 跳槽第二年跑到勇士队去了 很多人骂他 说这个打不过就跑去别人那边 你一个软蛋 那结果别人说了一句叫business is business NBA这么多年的生存法则 以前都是老板说的算 一个球员要在一支球队中老 好像是忠诚的表现 但慢慢的球员们发现 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去中心化时代 忠诚首先变成了自我忠诚 对自己忠诚 于是business is business 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球员 去抛弃原来球队 追寻自己梦想的地方 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所在的球队 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希望夺冠 他也努力了 他觉得他的队友不行 于是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拿到自己的总冠军 所以business is business 就可以理解成 做生意就要有做生意的样子 生意就是生意 你不要扯别的 所以a deal is a deal 也是这样理解 你可以说 那签了协议就要遵守 说话要算数 怎么都可以理解这句话 a deal is a deal except apparently 你不要受这种插入语 副词的影响 放到前面去 apparently 显然 except 除了 when energy is involved 当energy这家公司被包含进来 那么这里involve 确实是包含卷入 那你不要翻译成 当energy这家公司被包含进来 也就是说 除了这家公司 当我们聊这家公司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家公司卷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就例外了 因为有个词叫except 而apparently 维哥讲了多少次 副词起到的作用 就是加深程度 只要他没有显著的否定色彩 你就把它化掉 你反而翻译更清楚 你看 a deal is a deal except when energy is involved 说话就要算话 签了协议就要遵守协议 除了这家公司 也就是这家公司 他并没有讲信用 他并没有说到做到 听懂了吗 所以大家看这就是英文 一定要去体会他的感觉 语感 好 我们再来看 Deal的第二个意思 程度 这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 他做名词叫程度 哇 来了一句这么难的 叫from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perspective 从中产阶级家庭的观点 来记一下 perspective 叫观念 观点 他的词根 在这 s-p-c s-p-e-c s-p-i-c speak speak 这等于什么呢 词根含义等于look 大家可以去维定词典 去看看这个词根词证 那么speak speak 叫做look 叫看的意思 那比如说 大家会看到最多的观众 现场观众 就叫做spectator 你看 眼睛看 在现场看的人 spectator 叫现场观众 他就跟这个有关 再比如说speak 叫眼睛看 你看 眼睛往上看 我看你的手 不是这样 看你平时 我是这样 从上看着你 怀疑 有个形容词叫 suspicious 对不对 考试有个单语叫 be suspicious of 叫be suspicious of s 上面 要打个箭头 我再说一遍 前缀 决定单词的方向和情感 大家一定记住 前缀比词根还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 伪林词典 要分两本出 一本词根词典 一本词坠词典 而词坠当中 后坠主要决定词性 前缀 是最关键的根本 前缀直接决定单词的方向和情感 也就是感情色彩 就大家一定要看 sus or shun 那speak 看 眼睛这样看着你 所以叫怀疑 be suspicious of 就这么出现了 那么这个speak speak 都代表眼睛看 而perspective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per 不要强求不可知 要从已知推未知 伟哥这句话讲了多少遍 已知的事 我们学过per 有什么 他能说钱 你搞混啦 钱是这个 pre 那么per 学过最简单的词叫完美 怎么说 perfect 所以per的意思 大家记一下 他第一个意思叫fully 叫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 叫per 所以perspective 叫完完全全的看到了 他的第一个意思叫透视的 透视的 比如说perspective glass 一个有透视功能的眼镜 那么第二他做名词perspective 叫透彻的观点 也就是这个词用来尊称opinion 你的观点看得很透 所以他等同于insight in 里面 sight 看 视野 看到里面去了 所以叫透彻的观点 insight 于是才有一个形容词叫 insightful 叫意义深远的 透彻的 看到里面去了 insightful 叫意义深远的 透彻的 大家记住 这是per 第一个意思叫完完全全 因为完美叫perfect 所以perspective叫观念观点 只不过这种观点 看得比较透 当然了 要么别讲 要讲就讲透 这是违哥的风格 per除了这个意思之外 第二个意思叫穿过 叫through 叫做through 穿过去了 东西穿过去了 比如说弥漫 叫permeate 你看这个词 马上就能背下来 permeate meat叫肉 per 肉的味道穿过来了 我录客录了一半 突然隔壁 我们伟林的同事们 他们经常这样干 在外面狂吃 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就闻着那个味道 受不了 permeate permeate叫做味道穿过来了 于是它叫弥漫 per叫穿过去 穿过 穿次 再比如说打孔 叫做perforate 你看这个动词 叫穿孔 打孔 怎么来的 per 穿过去了 through forward 向前 为什么 forward 对不对 往前 perforate 叫做 往前 穿过去 所以叫打孔 打个洞 perforate 比如说给耳朵 打个耳钉 就可以叫做 perforate your ears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好 这是关于这个词根 那我们回到这个句子 from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perspective 从中展阶级家庭的观点来看 much of this 所有这一切 当然这个this 是什么 我再提醒一下 典型的纸带词 需要去文章的上面去找 像所有这一切 你看 不就这两招吗 突然插一个副词 好屌的样子 understandably 什么意思 可以理解 其实 如果是我 我直接不翻 没有用 我讲过 除了那几个否定副词 什么barely rarely scarcely 还记得吧 hardly less 这就是整个句子的奥秘 就是维格打圈这两个 明显是一组对应的关系 looks far less like less 是否定词 叫看起来不像是 a good deal more like 某种程度上更像是 所以 如果这是一道题目 答案一定在这儿 就在后面 因为他说的是 a good deal more like 其实你只需要看到more like就够了 这不就是阅读高手和低手的区别吗 对不对 你看前面说的是 这一切行为 looks far less like an opportunity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机会 to exercise 来实践mor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来实践更多的金融经济方面的责任 就是这个行为呢 它不像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机会 来实践更多经济金融上的责任 and a good deal more like 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像是 a frightening acceleration 一个可怕的加剧 acceleration 来自于动词 accelerate 加速 加剧 动词叫accelerate 那么词根 celler 等于speed 速度 比如说 减速 decelerate 再比如说 敏捷 速度快 叫cellerity 讲了多少遍 ity结文的名词 代表一种抽象的名词 代表一种性质 cellerity 一个人动作很快的性质 叫敏捷 cellerity 长得特像 明星 明人 怎么说 cellerity 多了个b 词根就不一样了 celler 叫庆祝 叫庆祝 cellerity 中音在这 都在这 cellerity 敏捷 celebrity 来自于动词 celebrate 庆祝 叫明星 明人 大家注意一下 celly 跟速度有关 好 叫做 而更像是一个可怕的 frightening frightening 来自于动词 frighten 名字 fright 害怕 frightening acceleration 一个可怕的加速 加速了什么 of the whole scale shift 全方位的转移 whole scale 全方位的 这词长得特别像批发 批发叫所有人都拿去卖 所有whole sale卖 整体拿去卖批发 一买买一堆 来批发的 whole sale 而whole scale叫全方位的 而像是一个加速了什么 全方位的shift 转移 转变 我们的键盘上有个键叫shift 它叫做切换转移转变 对不对 shift还可以在工作场合做笔记叫轮班 我们今天晚上有轮岗 一个礼拜轮一次 就叫做two weeks shift two weeks shift 两周轮一次 所以叫它更像是一个全方位的转移了什么 financial risk 把金融风险转给了谁 onto there 这里的there是谁 就是前面的middle class family 像是一个把金融风险转移到了他们 也就是中产阶级 already overburdened shoulders 已经不堪重负的肩膀上的一种转移行为 也就是这个改革 哪怕你读的四懂非懂 读到这儿 明白了 它表面上好像目标是承担责任 其实是加重了这些已经不堪重负的人的肩膀上的金融风险 所以英文的翻译 我讲了多少遍 这里的onto,off,off 你翻译者就是从后往前 而像是一个加重了这些中产阶级 已经不堪重负的肩膀上的金融风险的全方位加速转移的行为 你怎么理解都行 整个句子读懂吧 一层一层往后翻 这句话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词在里面 请大家好好地去体会一下 包括这个前缀over 单词只要有前缀over 代表过分过头 还有上面的意思 对吧 翻过来的意思 翻过天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动词叫做否认否定 叫overturn 它不就来自于此组turnover吗 turnover叫翻来覆去 它可以叫反转 把东西给turnover over就叫翻过来的意思 所以overturn叫做否定 把一件事由反转 把一件事由反转 我们中国人说反转 你剧情反转了 你就可以怎么说 the plot has already been overturned 整个剧情turnover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体会这个over 叫过分 对吧 过头的意思 当然了 在英语当中代表过头的前缀 除了over还有一个叫hyper 叫超级 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一个人要有批判性思维 我们讲过批判叫critical 这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 但是过分吹毛求疵 叫吹毛求疵的 就叫做hypercritical 叫hypercritical 而如果把这个前缀一旦换成hypercritical 那就变了 为什么 因为hyper才是上 而hyper代表下 看清楚了 hyper代表下 变成躲在底下骂 叫虚伪的 所以hypercritical考验考了多少次 虚伪的 很多人就不认识它 它的名词叫hypercritical hypercritical 叫做hypercritical 注意中音 hypercritical hypercritical 叫躲在底下骂 hypercritical 躲在底下批判 虚伪 这是名词 这是形容词 而hypercritical 注意听读音 hypercritical hypercritical 不一样 hypercritical 虚伪 所以这是整个这一串 over等等引出的否定词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特别敏感 你可以说hyper sensitive 也可以说 over sensitive 敏感都会那个词吧 sensitive 所以over跟hyper 是一组同一词的前缀 叫过分的 过分敏感 over sensitive hyper sensitive 过度敏感 都可以的 好 这个句子 a good deal 叫某种程度上 更像是什么 所以大家把这个结构背下来 以后写字文 可以写什么 做笔记 笔角结构 你们写了这么多年 比较结构 一提到比较 脑子里马上出现的一定是这个 比较急 尾哥我会 你看以后用 looks far less like a and a good deal more like b 看起来不像是 而更像是 好好体会一下 在更大的程度上 更像是 背下来就行了 好 非常棒的一个词 我们再来看 下面 ideal 注意 没有这个l 叫主意 idea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就可以了 ideal 如果是好理想 这个理想很棒 那就不是good idea good idea deal 哦 要发出来 哦 最棒啊 ideal 好 理想的 完美的 做名词 形容词 都可以 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一个词 dealing 那么就直接变成 动词的名词形式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动名词了 动词加ing 直接变成名词 那就叫做交易 行为 交往 取自于刚刚前面的几个意思 处理 所以有你来我往的意思 叫dealing 交往 好 我们来看看 英九年出现一个句子 叫 if humanity has made some headway headway head 领 领头 头 headway 叫做 进步 记一下 headway 就等同于 advance 叫进步 在这里 advance 有一个意思 叫提前 叫in advance 叫提前 那么advance 做名词 有一个意思 叫先进 记一下 那么headway 就这个意思 这样 if humanity has made some headway 如果人类 做到了一些进步 哪儿 in realizing that 就翻译成 如果人类 在认识到这个问题方面 有一些进步 认识到哪个 that the ultimate value 终极的价值 of every institution 每一个机构的终极价值 it's distinctively human effect 是因为它产生了 对人类的影响 human effect 叫人类影响 蝴蝶效应 叫batterfly effect 都知道 对不对 那human effect 就可以叫做人类效应 也就是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而这个形容副词 distinctively 依然不属于 伟哥所说的 那一串否定的词 所以你不要离他 老师考试出这个词 就是为了故意干扰你 因为这个词 有个前缀叫this 你一不小心 就会忍不住 伟哥我知道 this否定向下 但伟哥花了多少时间 跟你讲 他的意思叫away 叫分离 离开 分开 从人群中分开 所以distinctly distinctively 叫显著的明显的 区分的不同的 就这个意思 他不是代表否定 所以他的意思叫做 机构的终极意义 是他要有显著的人类的影响 要对人类产生了 显而易见的影响 或者叫突出的影响 或者叫特别的影响 都行 跟别人区分的嘛 有个动词叫区别 不就叫distinguish吗 这个词不就来自于 distinguish吗 对不对 所以他要注意这个distinctively 要有显著的 区分的 不同的人类影响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 我们要在这方面有进步 如果人类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 We may well believe that 我们就会相信 This lesson has been learned largely through dealing with the young 我们就知道 这堂课呢 是怎么样 主要是通过和 青少年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获得的 这里的largely 被我翻译成主要的 This lesson has been learned largely 这堂课是怎么被学到的 主要是通过和青年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学习到 学习到了什么 如果我们呢 有前提的 如果我们更好地意识到 终极的机构价值是要 对人类产生特别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会相信 这堂课 主要是和年轻人打交道 才学来的 所以大家注意 整个句子逻辑就清晰了 那么这里的humanity 最早呢 都把它当人性来用 humanity叫人性 那其实humanity 直接可以指大的 更宏观的那个概念 叫人类 大家记住 humanity直接可以叫人类 当然了 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 humanities 它直接当负数用 记一下 它可以叫人文学科 叫人文科学 就可以叫humanities 叫人文科学 或者人文学科都行 所以还是要看上下文 那这里我相信 大家还是读得出来 它是人类的 humanity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行进词 dealership 来了 刚刚讲过deal 叫交易 那么这里的dealership ship 指的是一种身份 一种抽象的概念 比如说朋友 friend 你就会获得一种 什么身份跟权利 友谊 friendship 那dealer一个道理 做生意的 dealer 那你就是老板 因为er是主动 ee 是被动 我讲了多少遍 对吧 老外现在骂人都变了 男人 you motherfucker 你这个狗娘呀 you motherfucker 骂女孩骂得更脏 you motherfucker 我就不去翻译了 这是英语当中 确实存在的现象 那么dealer就知道 他是那个做生意 处于主动地位的人 他获得了这种身份 资格 ship 于是讲代理商 我有做这个生意的权利 我不就代理商吗 这地方只有我是独家代理 我能卖 叫做我被授权了 他记得授权那个词吧 我们学过的 作者本人叫author 权威叫authority 对不对 所以叫authorify authorize 叫授权 于是动词叫authorized 被授权的 对不对 authorize 叫被授权的 比如说authorized dealership 叫授权的代理权 授权的代理商 dealer 都可以用 好 我们看看补充词汇 此组 deal with 讲过 处理应付 等于coup with deal做名词 还有一个意思叫 大量的数量 a great deal of 就等于a great number of 就等于a lot of 给了你这么洋气的 你就不要再用什么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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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土地表达了 我求你了 有些人用词 就是特别的原生态 充满了田园气息 写作文many many many 别这么干 a great deal of 好 再来看 既然deal有交易的意思 我们看看它的进义词 在交易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合同 合同怎么说 contract contract叫做合同 把它记下来 那么它的名词读音 读contract 叫契约合同 它的动词读音 读contract contract 名词 马上就会经常看到 一个叫contraction 我就发现 没几个同学知道 这个词 读音也读不对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因为 没有注意它动词的含义 contraction 来自于动词contract 叫做收缩 有点等同于 皱起来 皱巴巴的 sh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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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担心 因为大家至少学过一个词叫 虾 河里面的虾 shrink 看过电影 阿甘正传就知道 里面那个大嘴 叫booba 和阿甘一起参军的 两个人一边擦地 一边擦枪 一边工作 一边行军 一路他就跟他聊 各种 我以后要开一家店 I want to build a shrimp company I do a lot of shrimp business 然后开始讲 salt shrimp 盐焗虾 sugar shrimp 这个叫什么 糖醋虾 然后各种 fried shrimp 烤虾 各种方法 一直在说 shrink shrink 这个词在韦哥 很小的时候 就记在了脑子里 那么记住了虾 最简单 虾的尾巴 永远是这样缩着的 所以shrink 叫皱起来 皱缩 比如说一个人 脸上很多皱纹 就可以说 a shrinking face 就这个人的脸 全是那种皱纹 叫shrinking face 而contraction 这个收缩 大家记一下 它更多用于经济场合 它可以直接叫通货紧缩 你说伪购我不懂 那你看现在明显 是通货膨胀 钱不值钱 印了好多货币 那就通货膨胀 东西物价飞涨 紧缩呢 典型的通货紧缩 就是大家不花钱了 手上钱 全存在银行 没有流动性 紧缩了 所以看 这叫contraction 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词叫收缩 那么当然你要追问 伟哥为什么 它可以有收缩的意思 其实只是因为 这里的词跟trop trop 本来就有什么意思 痕迹 轨迹 蛛丝马迹的意思 那come叫一起 叫把这些线索 痕迹全部放到一块了 这个叫收缩 缩小 缩短 trap 比如我们最早学过的一个词叫 叫做跟踪 脚印 叫trace 对不对 确实跟痕迹轨迹有关吧 它叫脚印 跟踪 trace 还学过一个词叫 追踪 叫track 做动词叫track 追踪 名词叫轨道 轨道 比如侧轨叫side track 旁边一个侧面的轨道叫side track 火车突然一个分叉 那就叫做right side track 右边的侧轨 left side track 左边的侧轨 那么中间这个叫track 轨道 对不对 你看都是跟痕迹轨迹 轨迹这个字有关 再包括我们学过的路 叫trail 不就这么来的吗 也叫痕迹轨迹路途 小径 一条小路踩出来了 地上有一排痕迹 比如说你们小区 有些人不按规矩 就是不走柏游路 非要走那个树林里穿过去 有一条土地被踩出来了 那条路就叫做trail 世界上本没有这条路 走的人多了 也就他妈有这条路了 叫trail 大家注意一下 它叫痕迹轨迹 等等等等 这样的意思 当然现在它直接当road来用 等于路 做笔记做细一点 所以只要有这个词根 都有蛛丝马迹痕迹有关 比如说一部电影 为什么要拍预告片 预告片不就是把电影的一些蛛丝马迹 透露出来 勾引你去看吗 于是预告片叫trailer 就这么来 所以大家以后聊天洋气一点 对吧 我这个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trailer trailer是吧 预告片 所以叫把这些蛛丝马迹收到一块去 叫收缩 contract contract 名词 契约合同 好 我们来看看 contract 契约合同 以及收缩 它的动词用法 收缩 一年完形 出现过这样一个句子 Those force to exercise their smiling muscle reacted 大家一定要一眼看出来 这是主语 这是卫语 这很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句子 突然出现两个动词加一地的 还在中间没有连接词 如果有个end 那有可能是两个位语动词并列 对不对 但是这里明显没有啊 所以大家立马不要犹豫 后面这个往往是位语动词 前面的 打个箭头就都懂了 又是修饰 加的是一地 那这个修饰一定是被动 所以叫 Those who are forced 来基本功夫好的 赶紧听伟哥的补一下 在这里 Those who are forced to exercise their smiling muscles 翻译成 那些被迫去操练自己 那些有意识地去操练自己 笑机的人 你看 苹果机 笑机 我尽量出去见你们 也去讲座 我每年都给自己任务 维哥每年三 九 月 这两个月开学季 出去讲座特别多 我就要见念大家 那我希望你们见到我的时候 是可以跟我聊聊你的近况 那缺点就是 痛苦就是 我见你们的时候 我一直要保持微笑 所以我感觉 我每次出去一轮讲座 跟你们见完之后 我就面谈了 因为大家都会拿着书 来找我签名 或者找我拍照 我就要一直 你试试看 一天都这样 马上就面谈了 所以我也是 被迫要训练笑机的人 Those who are forced to exercise their smiling muscles reacted more exuberantly 他会显得更加的 exuberantly to funny cartoons 那些经常训练自己笑的人 他会对于那些有趣的漫画 表现得怎么样 reacted more 就够了 这个词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反应会更多 看到了more没有 这就是会阅读的人 记得伟哥说的话 这些词当然是空切 他没有否定色彩 也就是 你只要天天保持微笑的人 有意识操练自己笑机的人 你看到有趣的漫画 更容易笑 反应更容易大 就喜欢笑的 爱笑的人 他就是笑了 那我们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笑 笑点比较低 你用他天天笑 笑点比较低 那么这里的副词 exuberantly 大家做笔记 他就是用来加深程度的 叫激烈的 繁荣的 类似于这样的意思 什么激烈的 繁荣的 exuberant 其实这里面前缀 好歹给了点线素 ex等于out 更容易爆发出来 所以exuberantly 就叫做激烈的 热情的 什么繁荣的 昌盛的 都可以叫exuberantly 你就记住 这个副词就是用来加深程度的 因为你背这个没有用 他下次还可以跟你来 伟哥 你说是繁荣的 突然又发现一个使用词 叫persperous 然后有了一个副词 叫做prosperously 也叫繁荣的 你看这里 完全可以把它取代着 reacted more prosperously to funny cartoons 那你也不能翻译成 表现得更加的繁荣 也就是反应更大 对吧 prosper 刚刚讲过 这个词可以有繁荣的意思 怎么来的 pro 向前 spur spur 又来了 spur 什么意思 spur 看不出来 对吧 看出来了吧 还看不出来 spirit 有精神 还记不记得雪碧怎么写的 sprite 为什么他用这个词根 喝完就有精神气嘛 这个词根 spur speed 记一下 等于一个字 气 这个气不是生气的气 是有气势 有力量 有精神 你看雪碧 一打开瓶开 嘶 那种感觉 spur 原因替换 意思不变 顺序改变 意思不变 我讲了多少遍 所以这些词你要打通它 哦 spur 代表一口气 pro 代表什么 往前 为什么这个prosper 叫繁荣 你想想看 你爬到山顶 看到整个城市的 这种夜色 你会忍不住怎么样 正常人动作 爬到山顶 第一下 一定是往前 吐一口气 被眼前的繁荣 景象 给震慑 震撼到了 一定会 太太漂亮了 一定是这样 你不可能 爬到山顶 看到美妙的风景 底下 往后吧 一定是向前 你倒吸一口气 除非你妈的 你爬上去看那条鬼 然后你 才会往后退 对吧 prosper 叫往前吐气 所以它叫做繁荣常胜 美貌 景色美 等等 所以prosperous 叫繁荣的 眼前的景象 特别璀璨 那么它都是起到 加深程度的作用 prosperous exuberantly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 把这个词的读音读对 exuberantly 看到这种词 不要害怕 就记住维哥讲的 就是加深程度而已 它就是个空气 来 再读一遍 those forced to exercise their smiling muscles reacted more exuberantly to funny cartoons then did those 明显是个道庄 看 then those did 比起另外一些人 did 这个did 就是谁 就是reacted 叫比起另外一些人的反应 更大 所以他做了一个倒庄 then did those those谁 为什么要倒庄 否则就是 then those who did 头重胶情了 所以他直接用一个倒庄 英语他不喜欢 把重的东西放前面 所以他说 then did those whose mouth were contracted in a fro 嘴巴 收缩成了一个 frawn frawn 什么意思 皱眉头 frawn这个 就有些人呢 每天笑 有些人呢 整个人皱在一起 五官揪到一起去 他就这个意思 叫做很幽默些的 下次你可以写 这个人就是一个 用我江苏老话说 七姑姥姥 他是一个喜欢气的人 特别喜欢气 不是七姑姥姥 就是特别容易生气的人 不知道你们当地方言怎么说 可以去我微博留言 我看看全国各地 说那种特别容易生气的人 有什么方言 我们那边讲 七姑姥姥 哭死鬼 叫哭死鬼 老喜欢哭 那不知道怎么表达 那英文当中就可以表达 Those people Those whose mouth were contracted in the floor 下次可以这么去写那种 叫joy killer 老是扫兴的人 让人觉得不开心的人 joy killer 杀死快乐的人 他就可以叫做 People whose mouth were contracted in the floor 嘴巴整个收到一块 皱起眉头 这种人比起他们 前面这种经常操练笑的人 碰到有趣的漫画 笑起来就会更大 Suggesting that 来 记录一下 这是一个伴随 都好打完 后面继续 Suggesting that 叫做 这意味着 这就说明了 就这么翻 这说明了 Expressions may influence emotions rather than just the other way around 而不是 那后面整个可以不读 你就翻译成 表情 心情 Expressions 叫表情心情 may influence emotions 叫人的表情 是可以影响到 心情的 Emotion叫情感 原来人的表情 是可以影响到 情绪的 就这么翻 那我每天这样的表情 我情绪肯定就比较低长 像我每天就 看了我就想笑 那我这种人 肯定心情就一直比较好 我确实是一个 心情特别容易好的人 我跟我媳妇 在这方面是互不得 我媳妇就每天 比较震惊一点 我就每天 没事了 哎呀不要紧啊 你只能这样怎么办 我两个人家里面都是 你要不要爱我 会爱多久 很久很久 妈的你想死 我一拳就过去了 所以叫 Expensions may influence emotions 所以大家不要鄙视我一个 总觉得我猥琐 我在你面前我也会这样 你说 老师我不背单词 背了 加油呗 我就这样 你背不背 你背不背 你不背 我走了 没有用 太低潮了 Expensions may influence emotions 会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 Expensions may influence emotions 表情会影响心情 Rather than just the other way around 而不是反过来 The other way around 而不是反过来 反过来是什么 心情影响表情 对吧 等等 本来后面还有后半句 我觉得后半句就没摆出来了 无所谓 好 我们来看看 下面一个词简单了 Structure 叫结构 构造 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 组成构成 我们看看 主要考名词了 The other reason 另外一个原因 Why costs are so high 为什么成本这么高 Is the restrictive guild-lik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business 反正我看到off 我从后往前翻了 成本如此高的 另外一个原因 是什么 是因为这种商业的结构 这种生意的结构 什么生意 ownership structure 所有制 owners ownership又来了 ship 提炼出一种权力 叫所有权 所有制结构 这种生意上的所有制结构 有一种严格的 restrictively 来自于动词严格的 restrict 叫限制的 限制性的 因为strict 叫形容词严格的 那restrict 叫限制 它等同于一个动词 叫restrain sorry 对叫restrain restrain 叫做严格的 还有一个叫constraint 都可以 这两个都叫做严格的 constraint restrain 都叫做限制 记一下 这三个词都叫做限制 restrain restrain constraint restrict 这两个还比较简单 因为前面讲过 strain叫拉伸拉紧 还记得吧 紧张 所以叫限制 把你拉着 把你绷住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词 大家一定要回 当然这三个之外 有一个例外 叫reframe 小心一点 把s变成f了 reframe reframe 有点小区别 它叫自我克制 叫自我克制 然后它还是一个 不具有动词 它必须加from 不能用被动 叫somebody reframe from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 我忍住不哭 叫 I'm trying my best to refrain from crying reframe from crying 叫忍住不哭 能听懂吗 所以大家要背就这么背 你看这三个 我这么让你记住 证明它们是 记录动词 也就是所谓的VT 而这个呢 就是不具有动词 也就是所谓的VI 叫不具有动词 它就要加一个介词 它不能用被动 不具有动词 不能被动 它必须加个介词 somebody reframe from doing something 而具有动词 可以直接解误 比如说restrict something 这三个都一样 记住了 所以叫做成本 这么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种所有制的结构 是一种非常限制性的 像行业协会一样的 所有制结构 guild like guild 你看这个词 guild 怎么看 怎么像哪个词 指导 怎么说 guide 所以所谓的 行业协会一样的 所有制结构 也就是一个行业协会 会起到指导作用 也就是给你花根线 我们协会有规矩 所以它像一个指南针一样 像一种严格的指南式的 所有权结构 它会给你发一份指南 你就只能按这个规则做 所以这就是成本高的原因 那肯定效率就低了 成本就高了 对不对 这句话 会了 我们再读一遍 the other reason why costs are so high is the restrictive guild lik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business 因为这份行业 这个生意 它有一种像 行业协会指南式的一种 限制性的所有权结构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 把句子理顺的就是高分 不用跟我书中仰 我也不会拿着书读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对 不难 那么我们再来看行进词 改组调整 改组调整 structural 当然这是一个动词的ing形式 不影响它成为动词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动名词 所以这里我打的是动词 大家不要意外 structural 结构性的建筑的都不难 再来 infrastructure 哦这个词重要 structure叫结构 infra 记一下 infra叫基础的 叫基础的 基础的 infra 那么infrastructure 就叫做基础设施 它就叫基础设施 指的是这个底部建筑 下部过程 比如说一个房子 它打地基 那个地基就可以叫infrastructure 一个国家它要发展 首先要有公共交通 你不把交通 不把路修好 不把地铁车配好 你这个大城市没法运行 它叫infrastructure 所以我在全国生活了很多城市 为什么我最爱的城市 就是上海 因为基础设施是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 像那个哈佛商业评论上 当时研究全球的交通样板 亚洲 整个亚洲交通入选样板的 就是上海和香港 上海和香港的人口密度 远远比北京高 但是它的交通非常的好 像上海到现在都不现行 无非上下班稍微有两个时间 不能上高架 整体我在上海开车相当舒服 在北京就是鲜明的对比 北京就入选了 哈佛商业评论那个负面案例 交通 包括生活环境 所以基础设施好非常重要 你看上海24号线都要开通了 地铁24号线都要开通了 很多城市还在规划 我们城市有十条地铁线 通了几条 两条 其他都是规划 规划他们你信个鸟啊 还不知道多少年才会出来 所以上海自己 19号线 21号线 24号线都开通了 很多 这是很可怕的 Infrastructure 叫做基础设施 各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09年 出现到这样的话 叫all in all 总之 this clearly seems to be 这非常清晰的 看起来 seems to be a market 看起来是这样一种市场 什么市场 in which big retailers could profitably apply 在这个市场当中 你看in which 这个which不就是market吗 这看起来是这样一种市场 在这个市场当中 大的零售商 retailers could profitably 能够获益 profitable 那是profit 利益 能够获得收益 apply their 通过应用什么 应用 their scale 通过应用他们的经营范围 scale 规模 你可以理解成叫规模 scale 范围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已经存在了基础设施 and the proven skills 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技巧 也就是娴熟的技巧 proven 你看 已经被证明的技巧 不就是娴熟的技巧吗 那方面 in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 ranges 在管理产品的范围 ranges logistics 物流 记一下 logistics 叫物流 and the marketing intelligence 以及营销情报 intelligence 叫情报信息 对不对 美国的CIE 中央情报局 就叫做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对不对 I 情报 intelligence 也就是这些大企业 有先天的资源优势 他们在管理产品的范围 物流 营销策略 营销情报方面 有proven skills 已经很娴熟的技巧 并且有已经建好的基础设施 还有他们的规模 他们会应用这些东西来获益 所以叫 big retailers could profitably apply 能够通过应用这个来获利 apply什么呢 apply their scal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and proven skills 以及自己的熟练的技巧 哪方面的技巧 in the management of 在管理 product ranges 产品范围 logistics 物流 and marketing intelligence 以及营销情报方面 所以这个句子就告诉你 大的零售商 有巨大的优势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不难 那么这里有个词叫做 利益 叫profit 叫profit 当然记住就可以了 忍不住让我前面想起 我讲的那句话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这是我认为 所有人成功的一个 必备标志 就做事他不图目标 不图最后的那个终极效果 老子这一年 努力学习总不会亏 我就算一年没考上研 我两年考上 往心仪的学校 不丢人 因为我的专业科更扎实了 我不觉得我亏了什么 就永远都要有这种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的 这种心 而当时我讲的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那个功利主义 不就被我翻成了什么 less interests 还记得吧 还记得吧 这个interests 叫s 就跟这里的profit 一个道理叫利益 你少一些功利的利益 more interest 更多一些随心的随遇而安 interest的做 不几乎动词叫兴趣爱好 所以叫你多一点随心 你就为了做 自己喜欢的事而做 你不要总是为了这个 所以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就这个翻译 让我无比的开心 也再次感谢我太太和他复旦大学的这帮外语系博士 那天陪我喝下午茶 最后我们把这句话 调出来了 这句话我非常自豪 至少这是一句我们完全原创的 可以传播下去的话 我希望我的学生至少都会这句话 less interests more interest 如果见面你跟我说这句话 我可以一定给你一个big fat hug 一个大大的巨大的拥抱 当然你愿意让我抱 好 我不能强迫 来看下面一个词 define define叫下定义 叫下定义define 它叫限定定义 那么一般我们考试考的最多的叫define as be defined as 被定义为什么什么 对不对 something defined as 被定义为什么什么 下定义 我们来看07年考过 the defining term of intelligence in humans 关于人类的这种智力的定义方式 term 在这里叫形态方式了 still seems to be the IQ score 看起来依然是一句IQ的分数 也就是对于人的这个智力水平的定义 还是通过IQ的分数 智力测验的分数 那么 even though IQ tests are not given as often as they used to be 即使现在尽管 你看even though 尽管IQ测试已经不像过去 那么经常提供了 IQ tests are not given as often as 和什么什么一样经常 as often as they used to be 就过去到哪都要提供IQ 现在呢不怎么说了 就好像现在很多 你想这些城市的改革 各个城市啊 至少我在上海看到 你小学根本不允许出排名 班上不许出现什么 谁第一名谁第二名 不许 就是一个模糊的 打A打B A加AB 这跟国外是一样的 所以更不允许提供 你儿子你女儿IQ多少 贴在他的学生证旁边 那不是赤裸裸的歧视吗 对不对 当然了 从翻译的角度 这个条件最好翻到前面去 尽管现在已经不这么寻常的提供IQ测试结果 那么我们人类 关于智力的定义 依然依据的主要是IQ score 这句话就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些小的词给引一下 读一下 The defining term of intelligence in humans still seems to be the IQ score even though IQ tests are not given as often as they used to be 你看很多人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 这个term就纠结好久 韦哥这个term到底叫什么 我背过什么学期 还有条款 什么规则 现在还背过term做动词 叫视作 和这个define一样 define as term也有个单语叫term asb 叫把a当作b 你背得完吗 你背不完 真正的高手是 这个词就不重要了 它就过去了 它直接看主体 seems to be the IQ score 看起来还是看 我们人类到今天还是看这个 就够了 所以大家看 一定不要纠结于一两个词 这是最基本的阅读方式 习惯 好 这是关于define 好 感谢观看